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20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今天我们有温热的食谱 还有张医师的实作答疑 接着我们继续讲原始点手法 张医师请您开始 这个题目大家一看就知道很实用 那我们上次也有介绍食谱 深受读者的喜欢 那我们今天会继续来介绍 那请莉莉来主持 2022年2月20日 温热食谱与实作答疑 原始点温热食谱 今日介绍内容 起司料理 焗烤饭 番茄辣椒焗饭 黑椒汁焗饭 咖喱汁焗饭 清汤 各位协长 大家好 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以启师为主题的料理 分别是 黑椒集饭 咖喱集饭 番茄 辣椒酱 集饭 我们在制作所有集饭的过程当中 里面有一个步骤 就是要涉及到如何制作香油面 我们把面粉倒在容器里面 然后加入这些姜香油下去拌 然后给它拌均匀以后 应该说把面粉全部进撕掉就可以 大概就是捏起来 你看捏起来能这样子成块 这样子下的香油的量就够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烤箱温度调到100度 上下温度调到100度 大概就是给它烤个一个小时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香油面 这个香油面现在已经烤得很干 我们把这个香油面加水 加入水以后对着水 然后搅拌均匀 接下来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制作欢茄酱辣椒烤换的时候 我们在制作欢茄酱辣椒烤换的时候 给它切掉 这样子切掉 然后顺着这个刀口给它画一下 这样子画一下 然后水开了以后 扔下去烫个两秒钟 这样子皮就很好撕开了 我们把这个烫过开水的西红柿 轻轻的这样子皮一剥 这西红柿的皮就剥开了 很好剥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这个辣椒番茄酱 这个辣椒跟番茄的量是1比1 下入少量的香草 下入点洋葱和蒜末 给它加在一起 我们小火给它慢慢炒 炒出这个番茄的味道 和这个辣椒的味道 然后番茄酱辣椒的味道 已经全部出来的时候 我们加点盐巴 加适当的盐巴就可以 不用太多 然后我们加点水 加点水 这下子加点水 炒拌均匀 然后再来把它烧开 好的 番茄辣酱汁已经熬得很均匀 很入味了 然后我们勾点芡 用这个香油面给它勾点芡 很好 这个又香又浓又稠的这个 番茄辣椒酱 我们就制作完 接下来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制作咖喱集饭的一些原材料 首先是 咖喱粉 蒜头 红辣椒 生姜 洋葱 最主要的主角就是取湿了 我们会加入少许的椰浆 这样子制作起来的咖喱汁啊 就会更加的香浓可口 在制作集饭的时候 我们会加入一些辅料 比如说西兰花 香菇 土豆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这个咖喱酱 分别有洋葱 红辣椒 和姜 加上这个咖喱粉的话 洋葱 红辣椒 还有姜 还有咖喱 是3比2 比1 比1 这样子的比例 下去 我们给它翻拌 均匀炒出香味出来 加入一些水 拌均匀 倒入少许的椰浆 再加入点盐巴 然后我们给它熬煮 熬煮成咖喱酱 这些已经熬煮出味道出来以后 我们下这个香油面 香油面下来勾芡 好的 那我们勾芡完以后 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咖喱酱汁 我们就制作好了 接下来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黑椒局饭所涉及到的一些食材 黑椒椒 九层塔 洋葱 蒜头 起司 核桃 板栗 夏威夷 青椒 好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这个黑胡椒汁 那我锅里面下的这个是洋葱和蒜末和黑椒脆 它们的比例是洋葱 蒜末和黑椒是2比1比1 然后我们下到锅里面给它炒热炒均匀 好的 我们加入些酱油 加点盐巴 然后再加水 好 当这个黑椒汁熬出味道来熬出香味的时候 同样我们这个用香油面下去勾芡 这下子我们这个黑胡椒汁我们也给它做出来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三个制作完的分别加上点葱头香油 这样子这三个汁酱就会更加的香 好 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 番茄辣酱集饭 撒点起司 番茄辣酱集中菌了 香菇了 玉米粒 青椒丁 洋葱丁 起司 我们这个番茄辣酱集饭我们也准备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做集饭了 我们把这白米饭给它打在这个集饭盘里面 先撒一层起司 然后再来撒咖喱酱 凸筋匀以后 我们配点这些配料 这个是土豆 西兰花 洋葱粒 起司 好 这样子我们就准备完了 那待会我们再来换烤箱里面来 好 接下来我们来做黑椒汁集饭 同样我们先在米饭上面撒点起司 再撒入黑椒汁 核桃 下为一果 有板栗 我们就一起给它精英撒上去就好了 青椒栗 洋葱粒 起司 我们这个黑胡椒汁集饭 我们也准备好了 待会再下去烤 好的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烤箱 上下温度一样的 给它调到200 这230度以后 然后我们来开始烤了 我们就给它盖起来 这个是番茄辣酱集饭 这个是咖喱集饭 这个是黑椒集饭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道清汤 搭配材料有豆干丝 番茄 西洋菜 洋肚菌 胡椒粉 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制作这道蔬菜清汤 我们把豆腐 洋肚菌 还有这个西洋菜 下到锅里面煮 火开大一点 这个汤煮好了以后 我们加点盐巴 加点胡椒粉 搅拌均匀 好 我们起锅 好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集饭 搭配洋肚菌 蔬菜清汤 希望大家能喜欢 请老师点评 光看 就能够引起那个味的蠕动了 这个做起来真的色香味俱全 我相信很多观众跟我一样 正等待着这一道口渴的咖喱 那个菊饭 好 实作教学 按推手法点评 新泽西团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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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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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唯一的切实从影片中看得出来 那再来那个脚一定要站直 它好像还没有站得很直 然后站直之后稍微弯腰下去 那现在我们来看它按整骨 整骨的脚我说的第一脚你看 它脚没有弯曲 前脚没有弯曲 所以它等于身体是用弯的 那弯没有把空气带下去 所以像这种姿势一看就知道 它只能按推到表层 那它现在在按推上背部 也同样犯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它前脚的弓箭部因为没有蹲低 所以它这样按 也只能按到表层 大家看它的脚 前脚没有蹲下去 所以后脚当然也就没有办法 看起来站得有一点太直 所以这样的按法很难按到 就是我们要的油浅入深 很难做到 不过从这个影片来看 它大致在手的工具上 倒是还可以 就是在脚的搭配上出了一点问题 这个是肩部原始点看得出来 那它另外一手在摇晃是不必要的 按推是手肘在动 手没有在动 那这一个就是它身体没有挺直 身体还有一点弯 那所以它没有 不懂得用身体靠过去按推 大家可以比照我之前的颖带 好 那这个在楼上对部 大家看到它的脚脏得比较开了 这个脏得比较开 然后又没有围蹲 所以也是身体姿势没办法沉下去 这有点可惜 那脚站得尽量跟肩同盘 甚至比肩宽一点点是被允许 但不能像志工这样 站得太开了 站得太开身体没办法沉下去 所以都只能揉到表层 那现在它在揉臀部也是犯了这个问题 也就是它的弓箭部前脚没有蹲低 然后站得太前面 应该脚不要超过臀恒纹 然后整个弓箭部 第一脚一定要蹲下去 蹲下去之后身体 往屁股往前 往屁股内这一侧靠 那整个姿势就会很漂亮 那身体就能够很自然的沉下去 所以总结 它所有的膳肢都出在脚 脚的弓箭部 因为很常有 那弓箭部都没有做出来 这是第一点 那在揉脊椎两侧的时候 站得太开 然后也因为这样脚没有办法围蹲 身体也是没有办法沉下来 那没有办法沉下来 所有从枕骨以下到臀部 几乎都是用手的力量比较多 然后也不能带给患者 有一种肛中带楼 因为他没有办法沉下去 那就没有办法深入进去 所以到遇到这样 如果一般的患者在痛点 压痛点在表层 还有办法做出来 但如果遇到患者的压痛点是在深层 像脚的姿势又没有配合上去 就很难达到节症 这也就是很多志工 为什么在 明明是属他处体伤 但揉了老半天 就是不能节症 就很可能 就是犯在姿势的问题 尤其脚 怎么把身体带下来 这个是站姿最最重要的 好 那这个志工所有的问题 我也都点评了 请看下一个 好 好 这一个脚站的太开 他犯的问题是脚站的太开 然后围墩 注意用食指的工具 脚要挺直的 好 那这个志工在按推整骨下沿 也是一样 前脚还蹲得不够低 所以也是没办法按到深层 跟前面志工犯的问题是雷同的 因为他们在按推都没有注意到脚的姿势 整个身体沉下来的姿势 所以这样按都是按在表层 节目底下来的就是 在教育上的灯栽 但是在买到腐温的 在买以后 如何能筋承受到 非常好 就这样的 什麼話 掉了 幾個不定 立常出來在互相 张开是对的 但如果就是张开不要太大 会更好一点 这个有一点维吨还不错 也就是当张的太开的时候 你即便姿势看起来都对 但按了就没有办法沉下去 也就是按在表层 很难按到深层 就是我说的 他这个问题也是跟前上一个的 志工的手法一样 都按得不够 就是膝盖蹲得不够低 然后不能沉下去 那这个舒缓还算不错 他舒缓用单手的是对的 好 大概整个点评就是这样 大家都大致处在脚的站姿 站姿可能都要调整 好 这个我就点评到这里 他们犯的问题都是一样 脚一定要站直 尤其用食指工具 也就是这样顶进去的时候 脚要站直 甚至病龙就好 也不要与肩同关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脚都站得太宽了 然后脚要站直 绝对不能有关区 我们来看看他整股下癮的安肥 这个膝盖蹲得就比较低一点 有这个味道出来 但是要注意你看他那个脚 上臂跟下臂超过90度 也就是他应该身体还要往前一点 才能变成90度 这是他手往 那个手的工具要调整 那现在才按推上肺部 按推上肺部最容易犯的就是肩颈结合 按推上肺部最容易犯的就是肩颈结合 也就是低一点大部分都按得太下面 那这三位志工他们低一点 找的都算准确 但是比较可惜的就是那个脚的姿势 那另外这一位志工按得太好 上背部按得太下面 不能这样一直按下去 所以这个要注意 只要上背部按前三点就可以 我发现他有按到很下面去了 这个是不必要的 那现在他在按的是肩颇颜值点 这看得出来还是有一点 就是用手的蛮力 还是一样 这个身体要上半身要顶直 然后挺直 然后要靠过去 也就是他没有顶直接就按下去 这样按不到深层 你看他上背部都有一点关 再按肩颇颜值点就不能按下去 那这位志工也是一样 脚站得太开了 这个也是一样 就没办法沉下去 跟前面两位 所以尤其这个更明显 脚站得更开 那个应该这样是不对的 可以站比跟肩一样 即使要宽一点 也不能超过太多 就是以肩同胖为标的 这个站的都太开了 所以身体就没办法沉下去 接着忙串的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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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脚就不错 它有蹲下去 但下面的脚 因为它应该要往臀部靠 它唯一缺点就是 它没有往臀部靠 所以最后下面的脚才会弯清楚 但这个志工比前面两个的志工 臀部按得比较好 因为它前脚有蹲下去 但很可惜它身体没有靠到臀部这一边来 所以它的下面的脚 应该是打直 然后往外侧出去 它少了这个动作 因为它身体没有往臀部靠 那这样的力量就 不能做得很圆满 这一点有可惜 但是比前两者姿势还要好一点 对于这位志工的评仪大概一路讲解下来就是这样 他要注意的就是楼上下背部那个脚站的实在太开了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他们在按头部原始点的时候 额后 脚应该可以并容 然后要站直 绝对不能稍有弯曲 然后靠身体弯下去 那个力量顶进去 这样才能做到深层 我就点评到这里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老师点听 志工从表面上在涂姜粉泥 看起来还不错 手法也蛮轻柔的 那涂得也很均匀 所以从外表来看没有问题 那这个最重要的还要就是患者的感受 他觉得可以就好 那如果有一些比较喜欢稍微大力一点也可以 但是原则上是以这样的手法 然后在推的时候均匀稍有力 这样就可以做到 那这位志工我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 而且也做得很好 那这个涂姜粉泥背部 这个非常重要 尤其重病患者 他的热源 常常来自于内热源跟外热源 尤其重病 有时候胃口又不好的时候 更需要涂姜粉泥 所以当重病患者到基金会来 那我们一看到这一个患者 比如脸色苍白啊 体力很差 那我们第一个 不会先帮他按推 而是把他的背部照热 然后立刻开始涂姜粉泥 来回三次 一般这样涂完 然后再用红豆袋 就是再穿衣服盖红豆袋下去 那热更能渗透进去 一般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这位志工图的 大家也可以参考 图得不错 张医师答疑 提问一 调理七个月 手臂仍无力举起 患者蔡女士52岁 2018年底 发觉左臂轻微无力 包括三角肌和三头肌 手臂没有痛处 只是慢慢无力举起 急一天比一天差 在美国看过医生 颈椎脏脱随在 西五至西六处 受到严重压迫 2019年4月 在美手术 通过颈椎 融合术 解压 期待 在颈椎 吸五 吸六 椎体直入 钢钉固定 副图片一 副图片 一点一 新手手术过程 很成功 但是双手无力 问题 却没有改善 在座MRI 也找不出结论 图片 一点一 2019年 至2021年 右臂越来越虚弱 不但不能抬起左臂 也难举起右臂 还有手臂肌肉 逐渐萎缩 西医无法确定 根本原因 所以 患者决定 为香港 找中医治疗 2020年7月 在香港看了几个中医 分别做针灸 引中药 及推拿 做了约一年左右 可惜 都没有反应 同时 后期也有做物理治疗 做了半年 都没有改善 2021年6月 到香港原始点 调理 目视他的两肩 下距 颈部 到手臂 以触感 冰冻 肩膀肌肉萎缩 副图片 二 以原始点诊断 按推 头部 针骨下沿 有痛点 按推 颈部 上背部 内外肩胛 手肘 手指都有痛点 有体伤和热能不足 体力正常 属心重症 一 每周两次到中心 志工主力按推 头部 颈部 上背部 另外肩胛 原始点 再以江泥按推 照红外线灯 吹风机 再以上部位温敷 按推 手肘有痛点 手指有痛 即麻痹感 按推后 大面积腹 将你 包保鲜膜温敷 保鲜膜解除后 套上手袖 回家继续温敷 肩甲至手部 24小时温敷 二 教导家人 每天帮助按推 头部 上背部 另外肩胛 手肘 手指 和按推 江泥热源温敷 头 颈 上背 另外肩胛 至手部 24小时温敷 手肘 手肘 手指按推后 敷江粉泥 包保鲜膜温敷 内热源 秘鲁干酱片 25克 包水 2500毫升 代替开水饮用 姜丸 一天两次 每次十粒 务实含量性食物 外热源 明天睡眠 在电热店 6至7小时温敷 将你温敷头部 颈部 上背部 停止游泳 早上晒太阳 每天手部 做运动 月一小时 即每天每次 行六十级楼梯 锻炼体力 保持心境平和 调理三个月后 颈部至肩部 手指循环有改善 肌肉温暖 手指比之前 增强活动力 但手臂 无力 没有太大改善 2021年10月 增加前胸 锁骨周围 至前侧胸 腋下 前手臂 找压痛点 按推 将你 扶前胸 后背 手部 大面积温敷 直接在前后肩膀 即手臂按推 换出痛点 看能否改善 换出体伤 2021年 2021年 11月 耳后 睁骨下颜 颈部 上背部 前胸 腋下皮肤 出现红疹 腹涂 即其小水泡 流出黄色液体 出红疹 皮肤很痒 2021年 11月 22日 图片 3.3 2021年 11月 18日 图片 3.2 患者讲述 2021年 至2020年 西医治疗期间 曾有大量 西药 包括在 颈部连续 三个月 静脉注射药物等 皮肤红疹的出现 如换出体伤 以外内热源 修复换处 用浓浆汤 清洗换处 再没有破坏的皮肤 用浆泥按推 二至三次 再用浓浆汤 清洗 清洗后 用吹风机 吹干 皮肤 保持干爽 透气 建议增加 内热源 壁卤干浆片 30克 包水 2500毫升 饮用 浆碗 一天三次 每次15例 教导患者 再加同样做法 浓浆汤 每天清洗多次 可止痒 热能修复换处 2021年12月 皮肤红疹 好转七成 副图片 4 2021年12月30日 图片 4.1 2021年12月30日 图片 4.2 2022年 医院皮肤 继续好转 身体体力良好 经过半年按推 原始点 即换处压痛点 从因解症 外内热源 都应用了 患者 亦有坚持运动 充分休息 及良好心态 调理至今 已有七个月 但双手 仍无力 不能举起 请问张医师 我们是否有 做得不足的地方 需要改进 至公按推 及患者手部 运动短片 可否用太多力 用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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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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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会否好些 差不多 差不多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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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无力 无力 这个呢 这个手指有力 这个有力 这个有力 完全像棉花 棉花 一两只 中间两只手指有力 嗯 之前是一边有 有胃宿 这边没有 但是都是白花胃宿 这边那个很厉害 这边也会痛 嗯 嗯 的 比特别 成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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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重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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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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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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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